三人聚一起也是想商议关于赤燕一事,毕竟追查了这么多年,不可能一直依靠他人帮忙,还是要自己更在意一些才行。 谈及那药物一事,魏无限道,我问过昆宇姐姐了,她一直关注周家,周洪顺这些日子很是安生,除了去了了居听曲,基本都留在符上。 兰旺基补充道,她与周洪昌关系紧张,与周理倒是缓和了许多。周理从分化后身体一直不好,周洪顺照顾有加。 兰西晨道,周洪顺之前做过的一些事,若是帮赤燕完成,那她必定知道一些内情。若能劝说她帮忙弄到奈药,我们倒是可以进一步研究,魏无限道,就是不知如何说服她。 兰西晨道,弄不好会打草惊蛇。 更换线体或者植入线体之人都不会想让更多人知道自己做了此事,未拿到今后所需要完更是会保密。 他们贸然去找个陌生人打探消息,很容易就会弄巧成拙。 这是他们最在意的,所以才会考虑周洪顺。 之前打过两次交道,都不怎么愉快。 他能放下戒心,提供线索本就不易,更何况兰望姬也不一定会完全相信他。 权衡以下在做打算,兰西晨道,我会派人去查,看是否找到更可靠的人。 魏无限道,对了兰湛,你说于施南的信箱奇特,怎么回事? 兰望姬道,他的信箱可使人产生幻觉,想到此生经历过的最可怕之事。 魏无限想了想他利用信箱审问时的画面,想象了下被压迫之人的感受,道,没想到竟还能这般。 兰西晨不禁感慨,幸好于怀并非敌人,不然我们会很被动。 有些日子没回于宅,英文西早早就过来,童话又轻说话。 他们打小相识,而今又有了这层关系,一些梯极话说起来,自然更方便了些。 子子细细枕了脉,英文西急忙问,如何? 花又轻道,我想,或许是分化之后,为了隐藏昆泽身份,你用了些药物所致。 英文西醋没道,严重吗? 花又轻道,别着急,不是什么大事。 更何况,你才这个年岁,扶几位要调理调理即可。 英文西这才放下心,常常舒了一口气。 自打成婚后,她就一直留意着肚子的动静。 倒不是说有多急切,但依照民众贯存的想法,与至尊前缘节气很容易就会有孕。 而她却一直没有动静,英文西不免多想。 没好意思让家里的医师给查看,她还是最信花又轻。 有你这般说,我就放心了,英文西笑笑,问她,你呢? 何路锋怎么样? 花又轻也没隐瞒,道,就临时标记。 英文西笑意更深,道,她的视线都在你身上,定会对你很好。 花又轻相信这点,她和路锋一起经历许多。 就好像天定一般,她也相信他们会相处得很好。 想到什么英文西又紧张了起来,道,怀哥哥的信箱有些不稳。 她之前说,英式灵兽即将分化所致,可有什么办法? 两人最是在意于诗男,花又轻敛了情绪,道,兄长在忙。 稍后我为她诊查一番再定。 英文西点点头,道,听阿线说灵兽分化都需要契机, 她分化时我在场,确实很不易。 那次两人一起经历了生死,英文西亲眼目睹那个场面, 也就越发担心于诗男分化时会经历什么事。 更何况,她最近几日的信箱确实不太稳定, 英文西也想让花又轻给看一下。 要不我们去前厅寻她,花又轻道,这个时辰也快忙完了吧。 英文西点头英云,道,走吧,过去看看。 周洪顺今日没有出门,天气越发地炎热, 她带着斗笠在打理那些名贵花草。 侍女搬完花正擦着汗, 从身后看着自己的主子不禁皱了皱眉。 主子又轻瘦许多,本就身材鲜瘦, 这般看过去腰身都没什么肉了。 就如经历一场酷刑,不瘦才怪。 尽管她每日用心做吃时, 奈何主子没胃口,根本吃不了多少。 发什么呆,周洪顺叫她,去把肥料拿过来。 好侍女英生,转身去拿化肥。 将花土松完,周洪顺也擦了擦汗。 她本想起身,可眼前忽然一黑, 耳朵里发出阵阵嗡鸣。 公子,侍女放下肥料,快速跑过来扶她, 道,公子你怎么样了? 可是哪里不舒服? 忍过刚刚那阵眩晕, 周洪顺道,无碍,应该是蹲久了。 侍女还是不放心,要请医师来瞧瞧。 两人正说着,管事急匆匆赶过来叫她, 道,夫人,夫人啊,少爷晕倒了, 您快过去看看。 周洪顺这几日也不舒服, 至分化时起,全府上下一直紧张着, 不敢放松。 她的腺体就如一颗炸弹, 时刻都会面临危险。 周洪顺不敢耽误, 摘下斗笠扔至一旁, 抬步就走。 叫医师了吗? 她问,管事道,叫了叫了, 已经再给少爷诊治了。 派人去通知老爷周洪顺看向侍女, 道,该准备的都准备出来, 别耽误。 侍女点头应道, 是。 周洪顺冷静思考着, 家中医师医术也可, 但对腺体方面并不那么专业。 她已经不想再同那群人有瓜葛, 就不能向赤焰开口。 这么一来, 如今整个云身最好的医师便是蓝氏的卫医师。 她想, 若真到了更换线体的地步, 要怎么才能将人请过来? 轩儿, 周洪顺进屋后直接跪在地上, 拉起周洋轩的手, 道, 轩儿, 小叔叔在呢? 别怕。 医师施了针, 周洋轩有了些意识, 轻轻回握住他, 叫了声小叔叔。 屋内不稳定的信香味, 告知周洪顺, 周洋轩这会真的十分难受。 周洪顺一阵阵心疼, 抓着周洋轩的手, 道, 别怕, 小叔叔一定会救你。 并非外人认为的那样假惺惺, 周洪顺很是疼爱周洋轩, 从第一眼看见这孩子就喜欢, 喜欢了这么多年。 即使他对自己怨恨, 周洪顺也没半分责怪, 依旧将他视为自己的孩子。 他看着床上憔悴之人心疼万分, 后颈线体虽难受, 却还是缓缓释放着安抚信香, 想让他好瘦一点。 周洋轩轻声道, 小叔叔, 你瘦了好多。 他实在是难受, 好似眨下眼睛都耗光了全部气力。 周洪顺轻笑, 道, 小叔叔多吃些就会胖, 轩儿别担心。 周洋轩怎会不知他与父亲在闹矛盾, 且这次很是严重。 小叔叔很难过, 眼中甚至连光都没了, 对父亲所做之事更是半分不在意。 这般心情又怎会吃得下, 不受才怪。 以往两人也不是没有闹过, 但这次不同。 周洋轩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, 一次次生病只会一次次加重, 也不知还能撑多久, 只想将心里的话说出来。 我没有怪你, 他扯了扯嘴角, 道, 本也不关你的事, 是我, 是我转嫁了那些坏情绪, 责愿于你。